这样的轮胎磨损痕迹你见过吗 嗨大家好,我是上官 今天我们来讲讲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轮胎出现这样的磨损 大家如果看过避震小个堂第15期的视频的话 那一定知道这条线叫刹车线 正常情况下这条线是分布在轮胎左右两侧的 而且宽度是1到1.5厘米为1 它的宽度不能超过1.5厘米 但如果刹车线过宽,甚至中间也连起来了 有可能是胎压过低或者避震器触底导致 这个在避震小个堂第15期有说过 所以言归正传 像这样刹车线过宽 其实磨损纹路是纵向的 这样的磨损痕迹是如何产生的呢 请大家集中精神,我们开课了 如果你用手去捋这个纹路的话 你会觉得像在摸搓一碗 所以这样的纹路,这样的手感 我们统一称之为在入弯时前轮负载太大 它形成的原因是在摩托车的入弯时 前轮与地面接触的地方被声声的搓出来的那种感觉 这个轮胎游走在失去抓地力的边缘 它会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很明显的搓衣板 样的痕迹 至于它形成的原因,我们分三类 一个是人的原因 第二个是避震器调校的原因 第三个是车辆平衡的原因 而人的原因,我们一般归结为刹车手法有问题 本应带刹入弯从重到轻到零的去释放刹车 但是车手在入弯的过程中 刹车带的重且久且不够线性 从而导致前轮负载太大 出现这样的纹路 在避震器调校的问题上 会有几种因素导致 分别是预载和压缩设定不对 避震器触底 或者弹簧过软 车手体重过大 导致触底 所以车辆在触底的时候 依旧高速入弯 也会产生这样的纹路 第三点,关于车辆平衡的问题 想想起我们讲过 摩托车要尽量前后平衡 如果因为设定问题 导致你的车头降低 比如头低较高 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纹路 调整方法也比较简单 增加预载 增加压缩 或者减少避震器顶端 冒出上三星的那个量 减少这个量 也可以 一般这个量叫塞个值 所以如果你的前轮 出现了这样的纹路 你会调的吗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机车知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